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最新单日新增病例为103人 其中多达94例都是本土案例 北京和上海分别新增3人与6人 上海各大医院更实施全院人员检测 日本曲线稍微回稳 从上周的7000多例本周回落到5000多 22号通报5653人染病 日本已跟辉瑞下定1亿4400万剂疫苗 首批预计2月中旬抵达 南韩疫情持续有缓和迹象 过去一天仅新增346名病患12例死亡 但各地教会疗养院补习班仍有群聚感染案例 当局仍旧不敢轻呼 印尼疫情维持高峰 相较上周出现了历史高点14000例 22号来到11000多例 但多出346人染病死亡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已超过27000人病逝 马来西亚同样情况严峻 前一天大增408例 差点打破记录 最新再添3170例 我驻马来西亚代表处也传出一名职员确诊 已经居家隔离并接受治疗 印度疫情走势变动不大 但单日确诊数比万例低点稍有回升 来到14000多例 当地牛津疫苗代工厂惊传大火 但是当局表示不会影响产能 美国情形未见明显改善 22号新增病例仍逼近20万 并顾40万5000人超越二战美军死亡人数 总统拜登警告下个月这个数字恐怕会增加到50万 西班牙疫情暴冲连续第四天单日确诊数创新高 最新通报44000多例 卫生部长却选在此时跳船宣布辞职 要参加加泰隆尼亚的地方选举 英国单日新增病例烧降 每天平均通报3万多人染疫 但染病总数多达350万 和死亡案例一起并列欧洲之最 伦敦甚至改造巴士当成救护车 德国曲线震荡走升 从周一低点不到9000例 目前又升高到18000多例 落差极大 总理幕僚长表示 如邻国无法控制疫情 恐怕必须考虑关闭边界 法国曲线又出现上扬迹象 单日新增动辄超过2万 22号再添2.2万人 由于疫情导致税收锐减支出大增 法国去年财政赤字几乎翻倍近1800亿欧元